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前6个月的商品零售总额和消费服务收入预计将达到近144万亿元兰同比增长12.3% 据同奈省统计区称 与前几年的统计数据相比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增长 其中6个月商品零售额预计为102万亿元兰同比增长10% 6个月内住宿和餐饮服务收入预计为15.7万亿元兰同比增长20% 也据同奈省统计区称 2024年前6个月 平训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比增长2.68% 7月2日 同奈省委常务副书记胡静山 同奈省人民委员会全主席吴京德出席在便和市信封方 巨型的友好征服模式启动一式 周六倾听人民姓声和为民60分钟友好行政模式 是为了改善便和市信封方人民服务等活动 便和市信封方还表示 将努力建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友好征服 亦真诚 积极 敬慎 执着 既致 有效 畏坐又名 同奈省人民委员会全主席吴京德 在信封方友好征服模式启动一式上至此时强调 官员和共务员队伍在确保友好征服模式的有效性方面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圣人民委员会全主席则成同奈省内政厅 尽快建议并颁布一套友好征服模式评价标准 使各单位和地方不断弘扬择成竞神 展现建立友好征服的正确目标 7月2日 同奈省机关党委为80名学员 举办了第四期国防安全知识培训班开班仪式 在四天的时间里 学员们将学习九个主题 当多路线和主张国家的国防和安全政策和法律 性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与加强和巩固国防安全和外交活动有关 保障政治 经济 文化 意识形态安全 国家安全和训续管理 培训办帮助于干部和党员掌握国防和安全知识 并将其运作到机关和单位的实际工作中 美国德克三四州众议员劳艾德·道格特 7月2日 呼吁总统乔·拜登做出痛苦而艰难的决定 就是推出2024年总统精选 道格特是一位正式呼吁本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放弃竞赛连身的民主党议员 这一呼吁大大增加了81岁的拜登的压力 在上周 他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布的辩论 表现让许多民主党的党员感到困裕 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布埃尔7月2日对媒体表示 拜登先生7月3日将在本周末前晚斩斩抽食 与民主党议员和州长交谈 以解决他们的担忧 关于拜登先生的健康问题 卡林让布埃尔女士表示 医疗部队已经就总统的健康状况 发布了透明彻底的年度报告 当地官员7月2日证实 身份不明的武装江首袭击了马里中部的一个村庄 造成约40人死亡 这起袭击事件于7月1日发生在莫普提地区的基硅邦波村 莫普提地区是马里北部和中部的众多地区之一 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这两个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圣战组织 已在这里活动了十多年 班卡斯厂市长莫赖·贯尼都表示 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积极 武装分子包围了村庄并向人们开墙 最近的观众同内省重要电视台的怀疑新闻报道都请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